由于园区位于水源保护区 污水处理格位重要 目前污水处理厂将在2月5号 完成所谓的初步组装 处理完之后的水 可再利用用来灌溉农田 以及园区景观 涵养大地 吊车吊起铺器管和支架 放入正在兴建的铺器池中 山林大岸园区要让乡亲 在过年前入住 污水处理厂也加紧赶工 这个地方未来将是 园区水资源循环的心脏 全部的污水 家庭的污水 包括洗衣水 厨房 或是马桶的汇水 污水 全部都透过密闭管路 然后下水道系统 收到污水处理厂来处理 水要再利用 再加上此处是水源保护区 此际对污水处理厂的规格 更为谨慎 特别以三级处理方式 让水资源能够再循环 加那个淡林的管制 怕水库的优氧化 水源的 所以它就是有做 还有加一部分的化学处理 所以把等级提高三级的处理 要达到 未来达到那个放流水标准吧 达到放流水的标准 就表示污水处理厂的水 未来能灌溉农田 甚至是园区内的花草树木 都能浇灌 让水再生利用 涵养大地 大爱新闻人文珍晒美成素 芹菜虎梁 陈永新高雄报道